清朝影视之中,公主成为经常被刻画的对象,比如说真环传中的龙岳公主,如意传中的何景公主,景色。 当然,还有环珠格格中的小燕子和紫薇,这些被刻画的公主,大多数都有不错的命运或是结局,但实际上清朝的公主们大都不怎么幸运,有的结局甚至是非常凄惨的。 比如说,今天笔者要讲的这位何硕克纯长公主,看到何硕克纯长公主这个封号,可能大家感觉不太熟悉,可如果说出她另外一个称号时,那就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,那就是剑林公主。 剑林公主最近用先生封闭之作《鹿顶记》中曾经出现过,剧中的剑林公主是康熙的妹妹,虽然曾被康熙嫁给吴三贵之子吴英雄,但她却怀上了韦小宝的孩子,最终也是跟随韦小宝浪迹天涯,成为韦小宝其子老婆之一,结局看起来还算不错。 然而,历史上剑林公主的人生,却是另一番景象,剑林公主是清太宗黄太极第十四女小女儿,吉康熙皇帝的亲姑姑,生于崇德六年1641,母亲是黄太极的树妃齐磊氏。 一般来讲,小女儿都是比较受宠爱的,剑林公主也是如此。 虽然母亲齐磊氏的出身低微,但她却得到了父皇黄太极乃至黄雄顺之地的照应。 并没有受太大的委屈。 不过,身为清朝公主的剑林,无论多么受宠,都逃不掉正式婚姻的命运。 果而不其然,就在剑林公主三岁那一年,她是皇兄。 顺之地之命,下嫁给了平熙王吴三贵狮子吴英雄。 而且,清平还给剑林公主和俄夫吴英雄,在京城修建了豪华的福地,朱,实际上是拿吴英雄为人质。 虽然剑林公主很明白自己下嫁的目的,但她与俄夫吴英雄的感情还是非常不错的。 婚后生下了多个子女,比如说,丈夫吴世凡,次子吴世林,女儿吴家世,和两个不知名的幼子。 康熙十年,剑林公主曾随俄夫吴英雄去云南给公公吴三贵祝寿,之后,夫妻二人又返回了京师。 谁知,仅过了两年,吴三贵便在云南举起了反清的大旗,康熙地下令,将吴英雄其家人下狱。 康熙十三年,吴英雄和次子吴世林,被处死于京师,而剑林公主和其他幼子,则被幼建了起来。 康熙二十年,三败之乱平定,康熙地下令,将姑姑剑林公主所生的两名幼子一杀。 剑林公主虽然没有性命之忧,但从此也变成孤家寡人了,她要一个人独守空房,度货慢慢长夜了。 不过,康熙特意下指安慰了姑姑,但这对于一个女人来说,又有何用呢? 康熙四十三年,剑林公主孤独地离开了人世,周年六十三岁。 终其悲苦一生,也只是得到了一个不冷不热的空房剂儿而已。 值得一提的是,虽然康熙楚七开始把火葬崴土葬,但剑林公主死后还是被火化了,死后葬入京郊的公主原请中。 参考资料,清诗稿,诗祖诗录,圣诗诗录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